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醫療體制再配合著商業運作才是唯一的出路 你是不貪錢, 但是你貪權 你要做山寨王, 你要做土皇帝 我就要押著私醫這個位置 我跟你鬥長命 我真的給不到一個理由自己 怎麼可以給一個一而再再而三 違反醫療程序的醫生 進來我們的醫院 方醫生, 血脈痛迷有多大? 三分二的阻礙肺份大 你馬上只除了阻礙肺炎 如果要唐明做這個手術 除非他是明成筆心胸肺科的醫生 現在百票對七票 你正式成為我們明成筆心胸肺科的COS 你搞定了? 試試怎麼樣? 唐明接手了, 應該沒問題 唐明接手? 唐明接手和YT沒有反對嗎? 唐明正式被委任做心胸肺科的COS 院長推薦YT贊成 好 你這個年紀做得很厲害 這個男人我很清楚 他不會在一間醫院做超過三年 下一屆一定是你 坦白說, 明成筆也不同 有什麼不同? 明成筆也有前妻 你別說三十年他都不肯走 到時候我攀他走 你攀他走? 我沒聽錯 說得出做得到 Pinat 好 馬田, 懷田, 我通知你 我們委員會一致通過 正式委任唐明 成為我們名成不心胸肺科的COS 你知道這叫什麼嗎? 食谷不化 你不是說, 強行拘捕唐明進來 飲染為什麼? 為了搞生頭, 搞對抗 唐明在他們添加又如何? 跟你說, 要他再搞事 就要他即時提早退入 是這樣的, 有什麼消息再通知我? 那個叫唐明的是什麼人? 你還覺得找他回來 可以幫他翻本嗎? 我還沒見過那些人這麼固執 我的醫改方案被他拖了幾年 現在還要咬著我吾火? 是, 這個唐明的心胸肺科天才 那又怎麼樣?權在我身上, 勢在我身上 他找多少人支持他也沒用 好了… 名成不計的就交給YT去辦 讓我說個好消息, 你就知道了 今早大學就醫改的民調終於推出了 支持和反對醫改的人數 相差不夠2% 那你馬上跟我在TNN上 把民調報大, 我要告訴別人 醫改不僅是大勢所出 還要是民心所向 那…YT出任下屆名成筆院長 會不會有什麼阻滯? 會有什麼阻滯? 醫法局委員會裡面 有個半數都是我的人 我要呂仲學份約一到期 下一秒, 我立刻委任YT上來 到時那個問題 我要一半以上的人支持他 超過一半不夠 幫YT做勢, 起碼拋離三成 BP18560, SQ297 Pulse930, Science Weather GCS1510, 沒什麼傷害 六部病人, 原來六朋友 自己都不知道, BSR15 BP18560, SQ297 試過求太太剛才離開 我當然跟你吩咐, 幫病人再檢查一次 ABG和CBP, 止數一隻正常 我覺得他的行為有點古怪 我預約了明天, 幫他再接一次MRI 你幫我跟著 我明天跟Paul說 蘇姨, 病人說都是殺人犯 你還留他在醫院幹什麼? 他一天在醫院, 都是病人, 不是犯人 琛哥, 我預約了明天MRI 他說幫我燒過求求求一次 沒什麼的, 我先把他交給警方 他畢竟是警方的疑犯 留在A&E始終也不太好 沒什麼就更快送他走 對了, 聽說YT抖頭 讓唐明進來我們明城北 我知道 蘇姨, 大家這麼熟悉不怕說 你跟唐明以前的關係 如果你介意跟他一起工作的話 你不怕說, 我知道怎麼跟你說 不用了, 他是CTS, 我是A&E 大家都不同部門 難道他因為我沒做嗎? 再見 再見 他排尿情況也要檢查一點 如果真的有需要, 就加多100mg的毒品 放心, 我知道怎麼做了 我會安排其他姑娘 有四小時監察住病人的情況 那麻煩你了 你來了? 你來了嗎? Pitron現在有什麼情況? Pitron情況很穩定 起碼還沒過 也許你以後兩小時後會醒來 你放心吧 辛苦你了 未正式向你自我介紹, 我叫潘懷德 我叫方舒婷, 你可以叫我CTS 在CTS的MO 謝謝你跟唐明醫生 剛才進來手術室幫我 真是想不到我第一次做主導做手術 就有新的COS來幫我 我想這件事, 不用得到明早 應該整個明誠法都知道 其實你又不用這麼介意 踏法的情況沒人會猜到 更何況方方的手術有一定的難度 你作為新手掌握不了也會正常的 更何況我聽師父說 你剛才在OT的表現算不錯了 唐明醫生真的這麼說 是就好了 對了, 你做得了沒有? 對, 我請你吃一頓飯 但師父在樓下大堂等著我 不要緊, 反正我們都是同事 這頓飯有事再吃吧 我先走了, 再見 師父, 我想要有事要做 你不用等我了 對了…你先走了, 再見 謝謝 甚麼事? 阿嬤, 師父剛打電話給我 他說想在A&E上有事跟嬸哥說 叫我自己先走了 我想問你, 你欠我的餐飯 可不可以救人嗎? 好, 你去吃什麼? 每次做完手術都要喝一杯咖啡 我沒猜錯, 剛剛這樣 謝謝 上次的咖啡還沒還給你 多欠兩杯 當是你幫醫院完成了一個成功的手術 我代表明成北給你的優惠 明成北心胸肺科的手術數量 是全香港之冠 每天平均五點七次 這樣喝法很容易糖尿 那下次給你按杯咖啡 走糖走奶, 合不合 原來明成北這麼好回覆你 那你每年買咖啡都花不少錢 唐明醫生 這杯咖啡就當是我向你道歉 我並不是對你有成見 我是不想看到醫師 因為跟我搞對抗 在醫院裡搞山頭主義 全行的人都知道 唐明醫生你, 醫術高明 但也知道你是醫學界的麻煩人 他讓你進來醫院不是欣賞你 是想你給我麻煩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院長叫我進來明成北 說真的, 搞行政、搞管理的事 我不懂 權力鬥爭的事又不想參與 至於醫改方案通不通過 我不在乎 那你到底為了什麼 我只想做個醫生 這樣不難, 相信我可以幫到你 我會不會去治療 我會去治療 這部分報告 上次中風的情況不算嚴重 陸祖孕葉的血管出現了梗塞 這些情況也很常見 是不是他負責那個醫生 在治療程序上出現了問題? 當時主導醫生 把肢解放進去幫他清除血腫 然後給他開了三個套餌 都是一般正常的程序, 沒甚麼特別 可以吃了 Kennis 你終於回來了, 我被那個人煩死了 我們之前不是說過離開醫院之後 不說公事的嗎? 他不停跟我說 燒國球這樣, 燒國球那樣 我知道你忙了, 所以特地叫你回來聊 我還以為你這麼好, 叫我上來刺燦 原來叫我上來看性 不是, 神經外科 不找你看, 找誰看?你這麼聰明 你今天晚上可以在這裡睡, 對你很好 燒國球不是撞死人的得士師機 他不只是撞上額頭的輕傷嗎? 就是奇怪了, 那幫年輕人 都是擋著車子, 馬上衝過去 正常人都知道後果很嚴重 對嗎? 他說有些人真的火爆 火爆起來, 甚麼都做得出來 不想後果 這個就是個古怪的地方 他中風之前是獲選為傑出司機 市民投票給他是因為他是一個很好的先生 無論客人怎樣無理取鬧 他是不會發脾氣的 但是中風做完手續之後 整個人都變了 他太太告訴我 他不斷跟客人吵架、打架 去警署, 甚麼都齊了 但如果人性格改變, 可以有很多原因 他經濟問題也可以, 中年危機也可以 或者他跟他太太有問題 你會不會想太多? 說得對 你, 如果覺得別人有問題 就轉介精神科吧 這個A&E一天三、四百個案件 如果不關自己的事, 真是不要拿上身 我才會覺得有問題 明天照老司貼才說 你們喝酒吧, 紅色還是白色? 我不要, 我們部門明天新冠想喝 免得開工讓唐明聞到我一身酒脆 你不是怕他吧 他凶降下來的, 你才是明成不極症痛 我聽說他在宅安時 已經給他很多麻煩了 據我說, 他這個位置應該坐得不久 好 當然是他坐 好吧 好吧, 麻煩你 綠茶 拉冰 Kitty原定今晚舉行的 第五場紅館鬍突然取消 主辦單位未有交代取消原因 導致大批歌迷在聚集 有小道消息指 Kitty因為身體不適 所以無法上台表演 他取消演唱會是否因為他爆肺 Kitty… Kitty… 這裡是醫院, 你們站在這裡 阻礙所有被人出入 你們走吧, 好嗎 哥, 你們可否不要再喊小聲一點 不要吵了, 好嗎?走吧 我喝了, 走吧 爸爸, 你等我一會 你怎麼了?進入院 不好意思, 林醫生 我想這個入口進不去了 發生什麼事?為什麼這麼多人? 那個歌手Kitty 昨晚半夜進來我們明成筆 現在還在心胸廢科病房 傳媒知道了, 歌迷又收到資料 天都還沒光, 就站在門口裡 說要見偶像 那沒辦法了 我從B座大樓那裡翻上去 Kitty… 我們進去吧 Kitty… 爸爸, 前面進不去了 我找人推一下輪椅過來 和你去第二座上去 爸爸笑笑頭痛而已 又不是什麼大問題 我和你一起走 Dr. Kong退休之後 COS這個位置一直完空到現在 這段時間很感謝各位同事 撐住CTS這個部門 從今天開始 唐明醫生將會是這個部門的主管 希望大家可以緊密合作 維持我們明成筆, 心胸肺外科 坎而怪的良好生意 其實行政管理的事 我不會太懂 我也不需要有什麼改變 最重要是大家跟隨自己工作的模式 覺得開心、覺得舒服就行了 介紹一位新的醫生給大家認識 潘懷德, 他是宅安的住宅 實習之後就跟我 大家不要看他年紀輕 經驗不是很豐富的 兩位A師可以隨便罵他 不用給我面子 大家可以叫我做得仔 不好意思, 唐醫生 我有個病人昨晚進院 如果你要說的已經說了 我想回去工作 其實我也是第一天上班 打算和大家死亡死亡 你病人有事, 你先走 不好意思, 唐醫生 唐醫生, 唐醫生這個人是這樣的 自住在CDS最久 威脅最好看他 他這個人沒什麼禮貌 唐醫生正確 醫院當然是患者先走 何醫生, 你覺得有問題嗎 不是 當然是病人先走 好了, 大家有什麼想跟我談 可以私下找我 好, 唐醫生, 我們進你房間談兩句 好, 這個位置就是你的 我呢, 就坐那裡 你要什麼就找我吧 不要介意我, 當我問他 你覺不覺得剛才 程醫生的臉很難看嗎 當然了, 你兩師徒沒進來醫院之前 全世界都打算這間房間 是被Kennis的 李嘉明為何對你師父欺負客臉 這間房間已經丟空了一排工作人員 如果你有什麼需要的話, 告訴我 我們手術是我的要求而已 辦公室, 沒什麼所謂 唐明, 你初來報到 對明成不宜家局面 你應該不清楚 YT, 他想在醫院農拳 他有多兇, 你見識過 如果你不是他的人 他根本就不會讓你站位 如果你想在醫院做你想做的事 最好就站在我這邊 如果YT叫你站, 你就走 如果他叫你走, 你就坐 我知道你跟YT在鬥 不過我答應進來明成北 我沒有想著牽涉在這件事裡 說真的, 你倆都不是我的敵人 我也不懂得怎麼幫你跟YT鬥 我只希望你們不要為了私利 健康病人的權益 看來我邀請你入明成北 的決定是沒有錯的 因為我的理念和你一樣 所以我才跟YT鬥 我的目的不是為了我自己 而是為了病人 好了, CTX交給你 如果YT再來找麻煩 立刻通知我 YT, 有一個問題想問你 什麼事? 如果YT堅持不讓我入明成北 你是不是也會堅持不讓我做那個手術呢 當然不會, 我知道YT是甚麼人 他一定會開道閘給你的 盛傳因為身體不惜 而臨時將演唱會取消的Kitty 今天有傳言說 她已經送進明成北醫院 大批光迷一收到消息 就馬上到醫院打聽最新的情況 根據現場同事的報道 現場差不多聚集了二、三百人 Kitty, 聽完報告之後 別留在這裡 免得傳媒記者在那裡亂寫 醫生, Kitty甚麼時候出院 我建議你取消她打候的工作 因為她需要留完一段時間 Kitty, 我想單獨跟你說一句 醫生, Kitty還有兩場演唱會 可不可以再唱完? Victor, 幫我取消完之後的工作 取消不了, 最多賠訂給人 Kitty, 你想清楚了 出去吧 好, 出去 程醫生, 我究竟有甚麼問題? 上次氣空你幫我做完引流之後 我都沒事的 為何我昨天臨出場之前 我胸口又再痛 金證新的醫生說我又再爆肺 為何會這樣? 連續兩次氣空 通常出現在運動量高的人士身上 但是虎小姐你這麼忙 我相信你也沒什麼時間做運動, 是嗎? 我直接一點 我在X-ray看到你的胸部有個陰影 你是不是做過龍胸手術? 是 是 那手術是何時做, 哪裡做 當時幫你做的醫生 有沒有跟你說過具體的程序和風險? 我手術是六年前, 我剛出道的時候 經理人安排我做的 當時醫生說手術不用開刀 不會流疤 我做了這麼多年也沒事的 為什麼…為什麼我會爆兩次肺? 是不是跟龍胸手術有關? 簡單來說, 你當年的醫生 就幫你用注射填充物的方法來龍胸 而那種叫PAAG的物質有機會致癌 所以早幾年已經這麼用了 為什麼會這樣? 那…那我現在會怎麼樣? 你體內的PAAG 會透過淋巴入侵你的肺組織 導致你有阻失性肺炎的現象 有部分肺組織已經壞死 所以你之前就有兩次起庸的情況 程醫生, 那怎麼辦? 是不是很嚴重? 我們預計不到PAAG 會入侵你的身體哪個部分 我們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一發現他就馬上清除 所以我會盡快安排你做手術 我唯一可以保證的是 我和我的同事 都會將你的資料進行加密 怎麼樣?YT 我最近經常頭尺尺 是不是之前做過腦血管支架手術 手術出了什麼後遺症? 林先生, 你上次爆血管的部位 已經完全康復了 那偏頭痛其實有很多原因 可能你因為工作壓力太大了 PATRAG, 剩下一些 Suma Trippin給你爸爸 讓他可以放鬆一下 我知道 爸爸 爸爸, 如果你還是不放心的話 再過幾天我再做一次身體檢查 有時候不用少許事就麻煩YT 每個醫生跟我說沒事 都不夠YT跟我說一句 你要爸爸相信你 就等你升做顧問醫生才說 你說是不是YT 爸爸, 我剛剛才升做AC三年都不夠 甚麼時候再上一級 我自己心中有數 我知道自己還不夠資格 上位不是說資格, 是說實力 你有沒有本事上COM 就全憑YT一句 對了, YT 聽說醫改方案很快會通過 你猜你有沒有可能在醫改通過之前 Patrick升做COM 爸爸, 夠了 你這樣跟要脅有甚麼分別 Patrick, A&E有個新證 轉嫁來神經外科 個案讓你去跟進, 你下去修正 林先生,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說得沒錯 明成北的外科是我一個人的主事 強行將Patrick推上一級也不難 但為甚麼要這樣做呢 YT, 你別忘了我們認識了紀錄 從師院到明成北 你說要起醫務大樓, 我付錢 你說要改善手術室次備, 我付錢 經我把口推介給你的富豪病人 我想你十隻手指都數不完 你說, 一個顧問醫生值幾次 要醫改方案通過要過兩關 立法會和醫法局 我知道林先生 你對幾個值得的關係都很好 每年對他們都有這次的資助 這個方案如果真是擺在立法會那天 我希望林先生可以運用你的影響力 令到這個方案十拿九穩地通過 就憑你這句話 我會加大對他們政黨的金門 我就不信要他們幫我舉一次手有紀念 那就是說, 我們這次的交易正式達成 到這個地方的同學 我們快要去 Fund Siktok 記者、堅持, 我們可留意 我們有認定的 有信心 能力有說明 都不信心 會死 說明 你這次發生的 有信心 算不信 給你這次發生的 我這次發生的 不知道為什麼那個撞死人的司機 突然會性情大變,變成另一個人 你看 現在替你檢查一下肚子 痛了就告訴醫生,痛不痛? 痛 痛不痛? 很痛… 好痛… 好,檢查完了 替她做個CVC,尼白魔 好 懷疑她是埋腸炎 她現在不能吃東西,不能喝水 讓她先報告,姑娘會幫你 好… 不用怕 蕭國求今早就通過了NES 怎麼樣? Yen跟她放射科,做了一個MRI 發現她前額業有血栓 是不是YT負責? 不是,Yen說是林醫生負責 那警方那邊怎麼樣? 他們想押她回警局 我跟Yen跟她爭論了一小時 他們才妥協 不過他們說要派人二十四小時 看完蕭國求 總之她一天沒完成好治療 不要讓她走 當然 你們來得正好,究竟搞甚麼鬼? 為甚麼無緣無故在急診室調我上來這裡 為甚麼是磁力共振的?為甚麼? 對了,醫生為甚麼突然讓我老公上來 神經外科?他不是有甚麼問題嗎? 蕭先生、蕭太太,不用這麼緊張 我們之前懷疑蕭先生的問題 是因為你中風之後的後遺症 但我們剛剛幫你做了檢查 發現你的前額業底 生了腫瘤壓迫著前腦 導致你的性格大變和出現幻覺 不可能,我時常有定期檢查 每次都說我沒事的 是呀,她有定期檢查的身體 全部都是合格的 一般的身體檢查是不會驗過腦 而且看來你這個腫瘤是一個良性的腦瘤 所以就算驗血也不會驗到 一定要照檢查才會看到 你們有沒有驗錯? 我走得走得甚麼事都沒有 過腦瘤也要關上個腦瘤 蕭先生,我是你的主診醫生林鶴奇 的確你這個情況比較少見 不過腦瘤是有很多種類型 你無法察覺,不代表它影響不了你 我聽急性室的蘇醫生說 你原本是一個好先生 性格突然改變,脾氣變得越來越壞 很可能就是腫瘤壓著你的前額業 影響了你的情緒管理 導致你有病理性的操控 你說甚麼? 你只是說我腦瘤的腦瘤 令我變成別人,自己也不知道 阿姨 我知道勞時間要你清楚自己的病情 是很困難的 或者我們可以簡單一點來說 我們大哥分開了很多不同的區域 每個區域都掌管不同的功能 你現在被腫瘤壓著那個區域 就是掌管性格 而且令你有幻覺 以為每個人都經常罵你 你現在要做的事 就是聽我們說要馬上接受治療 那麻煩你,醫生一定要幫我老公 我們會用藥物控制你的腦瘤 然後跟其他醫生商量 如何清除你的腫瘤 蕭先生,你反不反對我們的治療方案? 不反對?醫生你說怎樣就怎樣 那就這樣吧 連病人自己也不知道 自己的前壓葉有腫瘤 幸好我們蘇醫生夠細心 不然也挺難發現他的病症 小火球基本上也沒有其他機能問題 就算他太太覺得他真的變得盛情暴躁 也會想是其他原因 不會想他這裡有腫瘤 好,所以那宗意外也不是完全與他無關 他的資料你拼了份給蕭太太 叫他給律師,可能會幫到個案子 行了,他做完療程之後 我就會等YT進入 就會把所有資料都給他 不過我現在最擔心的是 其實Patrick能否處理手術 你相信不是YT自己做的嗎? 腫瘤很大,又很深的 不如你問問YT他會不會親自主動 你叫我怎麼說話? 因為Patrick知道了 我以為我把他的背部 不過他剛才見完小火球之後 也有信去找YT 我想如果他覺得搞不定的話 也會說話吧 YT這麼疼愛你,你不是說兩句嗎? 你怎麼問? 你問的,你這樣也撞到了? 對不起,我不是這個意思 什麼? 看來Kennis跟你不太吵鬧了 你也一樣,霸了別人的位置 也不主動跟人家溝通一下 人家說是我們CTS頂良處 不是,我跟程醫生溝通得不錯 師父,剛才開會的時候 人家回到你嚇到脈瘤 你是不是看不到,嘛? 我聽詩詩說 程醫生在明城北做了差不多十年 是升得最快的A師 要不是師傅你進來 COS的房間會不會太大機會去坐 那怎麼樣? 真的不用跟他說對不起嗎? 他看我不順眼都沒辦法 我們明城北是做醫生的 不是交憑傑有騙子的 唐明…你多厲害也好 做手術就不是一個人做的 算我猶豫 糟了…你跟著… 我去廁所 唐醫生 程醫生,這麼巧?吃午飯 方便出去聊兩句 蕭角球的腦腫瘤位置 是在額葉下面貼實奴底骨 應該是超級腦瘤蘤 這位置開頭骨切除腫瘤會很傷害前腦 我有想過,經鼻孔用內視鏡切除腫瘤 這樣就不會傷害腦 不過我完全沒有這類型的手術經驗 蕭皮疙瘤,我真的沒甚麼把握 我希望你可以接手做主刀 我做你的副刀 我不想強行做這個手術 你說過吧 我們做醫生 應該以病患的生命為大前提 喂?是 可以了,我馬上來 這個病患,你交給Yan跟你跟進吧 你跟我去一個地方 去哪裡?去到你便知道了 Kitty的經理人打電話給我 說有人不知道從甚麼途徑 知道Kitty進了醫院 還說是因為膿胸失敗而做手術 現在很多討論區都在討論這件事 那又怎麼樣? 他因為這件事不肯做手術 還說要立刻出院 我覺得是那些記者爆料出來的 所以我希望你可以跟院長商量一下 儘快趕走那些記者和粉絲 我不希望他們再影響我病人情緒 明成畢是公立醫院 他沒有做任何滋擾的事 全香港市民都可以在這裡自出自入 是,但是他現在的血含氧量很低 是,曾經跌到八十 而且他的肺組織壞死得很厲害 手術是不可以再拖 程醫生,外面的人要怎麼說 怎麼做姚生事 我們做醫生控制不了 但是你身為病人的主親醫生 我覺得你應該爭取時間 跟他說他手術的迫切性 我就不相信那些閒言閒語 比自己的命還要得了 那我先通知你 你不肯出面的話 我會親自跟院長說 院長不肯的話我會去報警 程樂文醫生 我只是明成百你連肢給我內 不過你別忘了,CTS我最大 你不要教我怎麼做事 那我明白了 新官上任明治保身 你外面說的那些記者的話 他們會說你濫用職權干涉採訪自由 但是如果病人自己放棄的話 無論是生是死 也不是你的責任,是不是? 我是那個什麼醫生 你可以去醫法局查看我被人投訴的案件 至於這個案件應該怎麼處理 我只有一個提議 馬遂和被人解釋清除他的病 叫他盡快做手術,只有這麼多 我現在立刻下來 什麼事? Kitty鎖了自己的房間 你們來得正好 剛才打算幫Kitty做檢查 但誰知發現他鎖在自己的廁所裡 叫極不肯開門 醫生,我怕Kitty在裡面做傻事 有沒有辦法勸他出來? Kitty,我是程醫生 無論如何我們都會想辦法幫你 你開門出來好不好? 叫上Kitty 我還是程鎖的上司 我還是程鎖的上司 名城北深空廢科的主管,唐明 有什麼不開心的跟我說 我一定能幫你 我一定幫到你 說真的,困自己在洗手間裡 對這件事沒有幫助 你們先出去 我想單獨跟唐明醫生談談 好 你好,我是你的粉絲 想不到第一次見面就是醫院 你有什麼想說? 你是不是想我立刻做手術? 當然,有誰的粉絲不想見到自己的偶像 健健康康,是不是? 我可以答應你我立刻做這個手術 但是你要答應我一件事 你用你明成北心胸肺科主管的身分 向傳媒說 我入院只是普通的肺炎 還是我龍空出了什麼問題? 程浪文呢?他去了哪裡? 他不是預約六點半去醫院做手術嗎? 為什麼?為什麼要退時間? 弄得我的心板修補手術 要退到九點半才可以做 我是不是從加拿大回來 整家都在等我吃飯 為什麼?回答我吧 Killis和唐醫生在房間談談 其實如果你的患者不太緊張 你就自己打電話去跟胡姑娘說退期 還用你說什麼?我退期了 他明天就做了 我是想問他 不是,程浪文怎麼究竟 今天早上三百死百的手術室 你現在說退時間… 整間OT都兇了 我們是公立醫院 那就是浪費公帑而已 不好意思,何醫生 幫病人臨時不肯做手術 Kitty不肯做手術? 我看過他有一張CT 他的肺部壞死得很嚴重 不立刻做手術會有問題 是不是程浪文 替他解釋手術解釋得不清楚? 他想我師父幫他跟傳媒說謊 何醫生 可能是Kitty自己心情不好 Killis待會再下去勸他 總之六點半手術失去期 我們不會浪費他 不談就不談 病人又不是我負責的 我走了 看你今天第一天上班 以後你有什麼重要的事 就不要跟Hill哥說 除非你想明天整個榮城北都知道 什麼Hill哥是這種人? 你還要考慮什麼? 病人不做手術 我覺得應該越上越沒有 讓YD和爸爸女兒知道 後面我們沒有其他選擇 一會我跟你下去和Kitty再談一次 我覺得沒必要把事情攬上身 快點六點半 你還要考慮什麼? Hill哥又沒得退 準備再去手術 你真的打算替她說謊? 小姐, 準備進行醫院 小姐, 病人身體受法後患感染 小心出現病患症 師父, 手術上座 你真的打算替Kitty騙傳染嗎? 你們什麼都不要管 準備做手術就行了 冷靜點, 唐明 你哄到Kitty進行醫院 但是謊言穿了之後 外面的人只會說你身為朱藥人士 發放虛假病情 傳到醫委會 他們都會說你違反朱藥操守 你怎麼會說? 你也會說 事情這麼多個可能 唯一肯定的就是一樣 一個謊言救回一個病人 還可以 蘇姨 好… YT人的事都準備好了 調走了一個計劃 訪問今晚最初時間就可以出門了 看熟悉 你不是等我, 是嗎? 我多做點事, 之後去A&E找你 一句而已, 醫院有既定的程序 有些麻煩事, 你不需要攬上身 CTS的事, 還給我處理好嗎? 這裡正在打仗, 你知道嗎? 不要讓機會人家向你開刀, 好嗎? OT預約了六點半 我沒時間, 總之我負責 原來你真的沒變過 會變不是唐明 我做人只有四個字, 問心無愧 謝謝你, 在幾個小時之內 幫我準備這個訪問 我欠你和Martin一頓飯了 你對才好說 Patrick, 訪問在十五分鐘之後就會開始 問題的答案我已經叫人幫你寫好了 你趁有時間就背熟它 White, 究竟發生什麼事? 我要報大你和蕭國球做這個手術 我要令全城的人都知道你是第一個醫生 在沒有傷口之下, 經由鼻孔幫一個病人 清除腦裡的腫瘤 令一個殺人犯, 由一個壞人 變成一個好好的先生 我們做醫生 不能把病人的性命說出來 不過主持人很有技巧地 令觀眾聯想到這個人就是蕭國球 再把這宗新聞發酵幾個月 我就會正式在常務委員會上 推薦你成為 名誠不神經愛科的顧問醫生 有這宗新聞做背後 我相信醫法局也不會有人反對 YT, 我知道爸爸今天跟你說了些甚麼 可是我真的未夠資格坐CON這個位置 而且蕭國球這個手術 我真的沒有信心自己可以完成得到 到時候我和你一起進OT 手術會由我做 可是主導醫生的名字就是林鶴奇 就是你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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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